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功夫者,我是文青主角黄千 这一期呢,我们说一说刀,呃,枪和棍的一些相同点和一同点 呃,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啊 我们最容易拿到的兵器家伙是什么 除了刀,砍刀,匕首之外,那就是棍子了 管制器具啊,棍子 那棍子怎么一般怎么攻击呢 一般人啊,拿着棍子就只会抡,只会劈啊 只会这样的,只会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这样拿着,这样的话,这样的话 啊,看起来大开大合,气势很猛,常常力很凶 啊,但是其实啊,这种对付新人来说,他们会很有效 但是对付首手,啊,对付我们这种老玩的,老玩这些东西的人啊 呃,这个东西就不大好使啊,为什么呢 就因为你太大开大合了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些那个网上的好多视频啊 他们就是打打群架的啊,什么黑社会打群架之类的 都是拿着那个,大概这么长的,这么长的棍子 拿在手里面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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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回去啊,砰,这样的呼你啊 这样呼你,其实在我们,在我们看来 是真是比较笨的一个方法 呃,在武术全局里面有句话怎么说呢 叫枪怕摇头棍怕点,嗯,啊,什么叫点,点头 点,这个一个点,枪的这个棍,棍头,点你,戳你啊 枪怕摇头棍怕点,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它的攻击面啊,它的受力面积小,所以压强大 那么打出来它的威力才大,那么轮的话,其实威力一样大 因为它的这个惯性啊,杀伤力很惊人 但是就是因为它太大开大合了,太大开大合了 容易被一些人抓住你的破绽,攻进来 那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强调一个点,是什么呢 是戳,啊,就这样,这样的,啊,我们经常练的话 我们是经常这么练,啊,我经常这么练,去戳棍 没事就哪个,还有事打打树啊,就戳戳树 为什么这样玩呢,啊,因为首先,你抡的话,确实攻击方 呃,范围也广,那么我们这个,其实攻击范围也远 只不过我们不是攻击一个面,是攻击了一个点,啊 而且从一个点上来说的话,如果我这样打,大家看 啊,这样的,这样的打你们 啊,是不是看起来就显得很,势子太大了,对不对 我的攻击的,呃,这个幅度太大,必然导致时间间隔太长 那么我要是这样对你们,戳,戳,那么从你们的视觉上来说的话 应该是,相对来说,我这个身体反应最小,啊,所以最难防范 在你们的视觉里面,我的这个,弧动范围很,幅度很小 最难防范,难以防御,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棍子呢,在初练的时候,除了轮之外,除了这种轮 这各种轮之外,也还要去练戳,啊,要去练戳 然后呢,因为像我们现在拿的是短棍,啊,这种短棍 所以呢,短棍的,还有一个优点是在哪呢? 就是要换把,要灵活 换把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都知道,攻击距离分为三个距离 远,中,近,三个距离 当我们拿到这种长棍的时候,那便是,呃,长处在它的长距离上 控制着距离,你就死定了 那么,这种短棍,是可长可短,啊 那么,我们要善于把这三个攻击距离都化为成我们擅长的距离 那么,远距离不用说,啊,戳出去了 远距离,披下去了,啊,挥出去了 这都是远距离的打法 那么,中距离呢,在这里面,啊,你看 我没有伸的那么远,没有伸那么远,啊 中距离,上,中,下,啊 那么,近距离呢,看,在这里 甚至还可以用中间,你握着两头用中间 中距离,啊,近距离,啊,都可以用 甚至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啊,到这儿 近距离用法,这都是可以用的 还有那种挑棍,啊,攻击距离就这么点,啊 啊,这都是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在运用短弓的时候 要擅长于这种的,火把,啊,擅长这种火把 啊,擅长这种火把 经常那么玩儿的话呢,你才能很灵活 让这个棍子在你手里面,忽长忽短 让别人不好琢磨,啊,啊,忽长忽短的,不好琢磨 那么这才是练短弓的一个优势 那么说到长棍,长棍其实跟枪啊,也差不太多,啊 我们拿这个,其实我是当,是要做枪用的啊 看得到吗 拿这个时候呢,跟棍差不太多 但是唯独是什么呢,我们的换把几乎很少 因为这太长了,你要去换把,啊,你要去这样换把,很不灵变,太慢了 所以一般来说换把很少,啊,换把很少,并不是主要技法 那主要技法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技法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是,所谓的蓝拿渣,啊 蓝,往外蓝,拿,渣,蓝,拿,渣,蓝,拿,渣,拿,渣,啊,啊, 这是最常用的技法,啊,就是因为我们要常用这一头 我们是控制这一边,常用这一头,啊,你来,拿着棍子来 好,你看到吗 嗯,你做推点,啊,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想打我的时候 因为他拿,现在拿着精气短,他拿着家伙短,所以他必须要不断贴近我,贴近我的这个中距离,啊 他听到这个距离,他才好打我,那我不好打他,啊 所以呢,我们拿长家伙的人,更加要把对方的距离控制在我们的远距离上 这样我们能提出我们的优势来,啊,所以呢,他比如他来进身的时候,哎,一戳,戳到他的哪呢,手腕子 他这个,刚才的拨棍就没有成功,所以呢,在这,但是这个弧度很小,大家看 你看,这样的时候,我拿着,不管你怎么打过来,打个坐,你看 这一个短短的距离,长距离 啊,都是这样,在这边,很小的画圈 因为我只要动一点点,因为杠杆原因,杠杆原因,它那比较长,我这比较短 我只要调整一点,一小点,前面就动得特别多 那么我大致照住一个人的,你的两肩范围,上下范围,啊 一点点就可以控制住你的全身 所以呢,我们用长,练长枪的话呢,就更注重的是什么 是这个装架子,装弓,还有对枪的控制能力 在这个小范围里动,让枪头在一个人的,一个人两肩范围里 上下左右的,这样的晃 把你的兵器拨开一点点,就扎进去,就扎进去 不让你贴近我的枪杆子 这样的话呢,我就赢定了,啊 所以呢,这就是枪和棍的不同 尤其是枪和短棍的不同,啊 短棍的话,要注重火把,换把训练,啊 啊,注重戳,那么枪呢,就是注重戳 然后拿,还顶多加一个崩扫,崩扫 啊,把你的枪崩开,但是它呢,就是扎进去,啊 崩开就扎,所以一切的,一切的这个技法 都是为了最后那一扎,扎死你 就是为了这一下,所以用枪,我们往往 在套路上嘛,也没什么,没什么太好看的东西 就是这个基本功,啊 拦打扎基本上就在三下,啊 所以呢,呃,在练这个枪的话的话 基本上就是注重实战的人才会练这么 才会练这么,这么长的枪,啊 因为确实练起来不好看,而且又特别吃功夫 那么想要花哨一点的话,练短棍也合适 因为它会呼呼呼呼,这样的五棍花呀 这要回来回去啊,显得有气势,还能听到棍风 这个听不大到,啊 那么这个棍和枪的一个一同点就说到这了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欢迎关注更多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